军用航空发动机的性能除了推力之外 使用寿命也很重要 那么我国的航发寿命和美额比起来 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众所周知 对于现代的战斗机来说 最重要的部件就是航空发动机了 航空发动机也直接影响着 战斗机的作战水平与机动能力 是一架战斗机作战水平的最高体现 也可以说是战斗机的动力之心 从战斗机的诞生之日开始 发动机就是决定战斗机性能优劣的最关键因素 各个国家为了提升本国战斗机的战斗水平与空战性能 在发动机的研发领域竞争也一直没有断过 并且由于航空发动机本身所涉及到的领域实在是太多 因此各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已经变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 关于材料、基础科学、科研实力等领域之间的较量 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 其实有很多老铁都陷入了一个数据陷阱 一提到战斗机所使用的大推力航空发动机 首先想到的就是最大推力有多大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发动机寿命 虎哥相信有不少老铁们都非常好奇 目前世界上三大军事强国 也就是中、美、俄之间 各自的战斗机航发的寿命都在什么水平呢? 说到发动机寿命这个指标也不是固定死的 其实和战斗机的机体寿命相似 要看在使用时快速加减油门的频繁程度 空战格斗玩的太多 对发动机也是有额外伤害的 就比如说有人开苏-27不是玩格斗而是拉货 那么AL-31F不用延寿 也可以大大方方的用超过其寿命标准两三倍的时间 我们就按照战斗机常态的训练强度为前提 先来说一说美军航空发动机 不得不说美军自从二战后期开始 就在喷气发动机领域持续稳定的砸钱搞航发 长久以来美国在航发领域积攒的技术实力也是最强的 就拿美军F22所使用的F119发动机来说 这已经是美军当前除了F135发动机之外 最先进也是推力最大的战斗机用航发了 其发动机寿命也是相当惊人 能够达到4000小时左右 其后经过首次翻新 能够再次增加2000小时左右的使用寿命 实际上其发动机的总寿命 已经非常接近战斗机的机体寿命 而俄罗斯战斗机航发就比较惨了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俄制航发AL-31F来说 尽管俄罗斯自己公布的数据是1500小时 首次翻修时间是500小时 之后隔500小时大修一次 但是等到我国航空工业部门 拿到俄制AL-31F发动机后才发现 其寿命远没有俄罗斯自己宣传的那么大 原寿命只有900小时 首次翻修时间为300小时 可以说差距相当大 讲到这里虎哥要对一种说法进行批判 有许多所谓军迷都声称 俄罗斯之所以航发寿命低 是因为其研制目标都是以世界大战来进行的 俄军认为在世界大战中 战斗机的存活时间会很短 航发寿命高了也是浪费 因此没必要花那么多钱提高发动机的寿命 实际上这种观点完全就是错误的 当年的俄罗斯或者说苏联并不是不想提高航发寿命 而是受限于基础工业的不足根本就做不到 实际上提高航发寿命才是节约战斗机成本的最好方法 就比如说美军飞机尽管贵 但是由于战斗机的全寿命期基本上只需要更换一次航发 甚至不用更换航发 因此全寿命费用相比需要频繁更换航发的俄罗斯战机 其实高不到哪里去 甚至还会更低 实际上俄罗斯自己也从来没有过这种说法 就拿俄罗斯最新的117S发动机来说 俄航发部门号称能做到4000小时寿命 1000小时大修 这寿命要是真的 可都赶上美国同款航发了 但是考虑到此前俄罗斯宣传的不靠谱 这个数据仍旧存疑 接下来当然就是我国了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起步 较美俄来说晚了许多 但是也是名副其实的后起之秀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我国的军用大推力航发是不如俄罗斯的 但其实在这方面 我们其实并没有差太远 甚至还有所超越 这方面就是航发寿命 就拿我国进口的俄制AL31F来说 其原寿命就只有900小时 首次返修时间为300小时 但是我国航空工业部门通过技术改良 通过修复涡轮盘等关键热端部件等方法 能够让其寿命延长到了2000小时左右 而我国自己研制的涡扇10系列发动机 其原寿命就更长了 先是由初期的900小时左右提升到了1500小时 又在2014年后 将太航改发动机的总寿命提高到了2000小时以上 而最新的涡扇10B发动机 其寿命尽管没有公布 但相信肯定要比此前的型号高不少